大家好我们是大树中文 这个冬天到了天气冷了 从这个茶树的装扮都看得出 茶树你在家滑雪吗 这个滑雪帽都戴上 我本来要穿一个绒绒衣的 真的是很冷的 我想把带个把脸都遮起来 所以天气冷的呢 我们需要点热情的主题 所以我们今天邀请了 热情的林老师 来帮我们带动气氛 我牵强这个 因为林老师是从南方来的 法国南方阳光很充足呀 温度很好 热情的国家 那我们今天真的要完全聚焦 在我们语言的主题上面 因为这个林老师算是 交越以界的佼佼者 看到林老师就想到 看到林老师就看到 粤语 这个标记 所以呢 今天我们三位大叔 也是蛮想要学这个粤语的 那今天特别请林老师来呢 也请林老师介绍一下 现在学习粤语的环境 或者是告诉学生怎么样学习 所以一开始呢 我们想先请林老师介绍一下 这个现在学习粤语的学生多不多 那现在学习粤语的市场是怎么样 这个我们都不太清楚 对不对 这个算是比较小众的市场 所以请林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 好不好 确实就是 如果你跟普通话相比的话 就是说 就是那个 小众 因为比较小众 就是我们 如果在 在那一定应该说小语种吧 但是 但是我觉得 目前来说 其实说粤语的 其实说实话 地方就是那几个嘛 就主要就是在广东省 在中国的南方 然后在香港 在澳门 林老师 比如说广东省 香港 澳门 对 这三地使用的广东话 就是理解中的广东话吗 其实广东话跟粤语 都是说一样的事情 还有白话 有的人会说白话 白话是什么意思 白话就是说 你说出来的 就跟那个标准中的一样 对 常用平时 就是广东话的白话 对不对 对 广东话的白话 对不对 他们是不一样 我会说广东省里面的 也有很多不同广东话的分支 就有的时候 我可能听不懂 我也听不懂 比如说广东省里面 或者是广西 广西那边就很不一样了 对 广西也说粤语吗 他们他们有部分是说粤语的 对 但是有自己的很强的口音 对 因为他们有自己的用语 或是其他的语言的影响 然后在广东省里面 可能每个城市 他会可能有一点点自己的一些用法不一样 然后如果是我 我们只是看香港跟那个广东的粤语 我会觉得很不一样 我一我他们一开口我就能听得出来 他们不是说香港的 就是声调上感觉不一样 还是说有些语言 用词 用词 不是是他们说声调 其实都是一样 但是他们说的比较一扬顿挫 就是比较这样的 但是我们说话比较懒 香港人说话就是比较平的 然后用很多英语 我们会用非常多的英语的字 对 对 所以如果他们不用 我会觉得他们好像在说普通话的感觉 但是用粤语读出来 粤语说 我还有个问题 就是林老师刚才你说白话 白话都能听懂 但是如果是那个写下来呢 因为有时候我看 好像香港人在打字的时候 就好多字可能我们都不认识 对 连文老师看的时候都读不出来 就是可能是不是香港的人自己发明的文字 对不对 不是 其实我必须要说 其实我们广东话有书写题 就是跟标准中文差不多 你们能看得懂的标准的中文 还有就是口语的 口语其实跟标准中文的语法不太一样 或者是那些用字不一样 所以我们读的时候 是读跟你们一样的中文 就是阅读的时候 但是我们读出来 又是另外一种的中文 然后我们有人就开始把它写下来 就是口语的广东语 然后那些字都是有口字旁 那个radical是口的那种 对对对对 然后就你们都读不出来 因为没有见过可能 为什么为什么要 为了简化吗 还是因为是网络用语会比较方便 还是怎么样 对就大家觉得 如果你写标准中文的话 好像你没有那个语气 还没有那种感觉 又有那种感觉 没有当地感 对不对 对 这样林老师说他语法都有一些不一样 因为语法对吧 你说吃饭 什么食喂食饭什么的那个东西 吃饭 吃了饭没有 我们会这样说 吃了饭没有 食就饭没有 等于说你多了几个音节 多了一些字 或者是 比如说我最近做了一个视频 是说比较 就是那个你平时会说 我比你高 对吧 我比你高 但是在中文 广东话其实跟英语有点像 我们说 我高过你 就是我高过你 会这样说 所以会反过来 对 所以我们比较喜欢用口语的方法 那蔡叔这期字幕做不出来吧 对呀 因为我还看过 我还看过那个 有人写有 但是中间没有那两个 某文 那是某文 别没有的意思了 那没有的意思 对 所以你们造字也很奇妙 对 可是我又笑了 中间是没有 我看TVB的电视剧的时候 也没有这些语气词 对 因为他怕其他华人看不懂 对呀 一定要用标准的啦 对 对 是用最标准的字幕 没有错 没错 就是在香港人之间 对吗 那广东人也用这个吗 还是广东人不用 他会用 但是他的那个写法有点不一样 因为一来是简体字 就是你们变成简体的时候 看起来就有点不一样 而且他们用的字 有一点点不一样 我还是觉得 对我来说是有点奇怪 但是我能 看得懂 我能看得懂 那其实香港人有个秘密的语言了 等于说 对 就是怎么样辨别 你到底是不是真的 香港人 他成体系了 就像其实你像东北话 有个干哈 其实我们都干啥 你干哈 他会写下来 有时候会干哈 那我们会用已有的 那个同音字写出来 但感觉好像在香港 就是创造出新的 不是创造的 其实那些字 全都是古字 就是在中文有的 就是你们不用 可能去找那个古字 有的把它拿出来 有的 有的 但是他意思可能不一样 就是那个汉字是存在的 但是我们用来 取那个音 取代那些 就是取那个音 没错 我好奇一个问题 对于中文学习者而言 普通话更难发音 还是广东话更难发音 对海外的 我觉得真的要看他们母语 母语是什么 因为我见过很多不同例子 如果你说你是一个英语母语者 然后你去学习普通话 那当然有一些字什么 知识诗 日那些 有一些他 如果你是特别是美国的 他会可以翘舍 他可以做得到 那种部分 但是如果你从 比如说法语的 你是学法语 你是说法语的人 然后学比如说广东话 会容易一点 因为他没有那么多 知识那些翘舌音 所以广东话都是前面的音比较多 所以他会觉得广东话说起来容易一点 但是那个声调是另外一个问题 广东话的声调更多 六个还是八个来着 六个 那个平的声调有三个 我记得林老师上次教我 我现在还分不清 你区别不了 对我感觉 区别不了 我觉得 所以我想问林老师 如果是普通话母语者学粤语 和可能英语母语者学粤语 谁学起来会更容易一些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难说 说实话 因为如果你说你说普通话的 你会中文 那你其实看那个没有问题 但是你要说出来 你可能有一些声调 你会有点混乱 因为我们第四声 跟你们的四声不一样 然后二声又不一样 就你不太理解那个声调 然后就是说有一些发音很像 比如说你们说的那个 刚才我说的那个字高 在普通话是高 对吧 但是在广东话是勾 勾 就是嘴 就是嘴心变了 就是你感觉好像一样 但是你们发的时候 可能会发的比较像高 就是嘴的音可能比较明显 对 就是你会不自觉的 用了普通话去发音 对 没错 反正会就是你教我 更受影响一些 其实 是的 你教我声调的时候 我会不自觉的就代入到 这个普通话的声调 我们学任何语言 都是以首先 以自己的这个语言为基础 去认知的 然后去找到一个相似的音 你除非就是真的找到 所有的所谓都是完全准确的 不然就是找一个相似音 去学习而已 对 没错 对 很自然的 就是一个学习语言 都是找最熟悉的 然后才慢慢的去找 它不一样的地方 对 我还记得 粤语里头有个入声 普通话里是没有的 那个 对 比如说什么周润发 周润发 它不是 对 英语里头有个fat吗 但是它 那个t是不发音的 对不对 所以周润发要怎么 周润发要怎么念 我们会读 周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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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它的音其实是t 但是你不能读字出来 对 就是不是fat 周润发 好难念 真的很难念 你读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我们说fat 但是你有一个 t的音 有一个口形 是t 但是你不要读t 有一个我们英语叫 glot to stop 就是断下来 就是fat 稍微短一下断 fat 但是你不要把嘴 合起来 就是停在 停在发科的那个 对 停在那个 周润发 要忽然停住 周润发 没错 周润发 对 这个我之前看语言 我觉得听老师 好会鼓励人 我念的明明很烂 他说念的 周润发 对 我看很多语言学习 之前我也看过这个入生 我觉得好像说 越南语里头有 韩语里头还保留着 就是说在中国古代 是有这么一个东西的 有这么个音调的 在蒙古人 就是来中文之后 因为他们发不出来 所以给他们简化了 然后中文才只剩下四声 所以我觉得粤语 就是香港人 可能在读一些古诗的时候 比我们只是用普通话去读 应该更标准 更好听 就古代 好像在历史上 你说好像闽南 那个部分的 闽南语 是最接近 我们 也是 中国汉语 闽南 他是客家人那些吗 好像是 对 从中原过来的 你说像福建的闽南语 其实他很多音是古音 不是错 而且他反而是标准的 在古时候他才是标准的 所以很多方言 反而是标准的 现代用的普通话 有些是为了让人家 方便记忆或阅读 对 现在是以那个北京方言 为标准嘛 然后就在 那个河北有彩音 所以有时候不能说 哪个方言谁发音 发错了 其实说不定他是 在古时候 他是在古代是更标准的 对更标准 现在主要是为了 这个我们东北人 对 更方便发出来这些音 所以林老师教我 和粤语 我不行 我觉得我发不出来 林老师要考验一下我们 为难一下我们 对啊 要教我们粤语 林老师那你是不是 要给我们一点挑战呢 你可以给我们一些 初阶中阶高阶的 这个周润法 那个好难念 有没有一些 教我们一些 发音的技巧 或一些词汇这样 我觉得其实从那个 粤语的数字 你就有很多入声 刚才说的那个 PTK的那些 唯音就很多 如果你们能读得出来 这个的话 我觉得你们 已经成功了一班 好给鼓励人 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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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首先 我已经放弃了 challenge excepted 没有 短一点 短一点 好好好 来 比如说我们说 一二三 就是一二三 这个字 我们可以说 一 就是一 就是一 就是那个 T不要读出来 那个 就刚才 很好 对 然后呢 第二 反而是 我们读 就是 JI 就是跟YI一样 就跟你们的 差不多 但是 为什么差不多 但是不一样呢 那个不一样在哪里 好像 有个夜吗 喉咙要使劲吗 好像有点猴鹰 Y 对 有点 Y 因为声调不一样 声调不一样 我们要好好看 林老师的 林老师 你讲Y的时候 我已经忘记Y了 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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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们的嘴型都对了 全部都对了 很好 然后 可是感觉 感觉 为什么 一二呢 很多脖子和头 是吗 Y Y 为什么是二呢 不太能理解 对呀 因为很多学生都说 Y不是一嘛 就是如果学过普通话 就说是一啊 不是是一 真的啊 你儿 那2001年怎么说 啊好问题 一零零雅你 一零零雅你 很好 对 零零雅你 很好 是的 一零零雅 我少了两个词 我零的年没有学 差不多 差不多 跟普通话差不多 对 然后我们 我们先把三学起来 来 一二三 对对 好 三要小心 因为你们是 S A N 对吧 那个N 但是在广东话 是S A A M 你要把嘴型收起来 对 你们要读 三 三 三 对 你要收起来 很好 压 压 你 三 压 对 压 压 你 压 一 三 三 三 对 三 那个还有那个A要拉长 所以是 三 那个M 三 压 一 三 三 这个很好的脸上的肌肉练习 因为我觉得有一些肌肉 我好像没有用过 肯定没用过 我的身体已经开始在发热了 我要脱衣服 运动量太大了 对 你知道我一般来说教第一节课 我会跟学生说你下课以后会很累 你的嘴型会很累 然后你的脑脑脑子在转动 因为你每个音还要发的比比较的就是大 夸张一点 对夸张一些 所以更累 对 而且这个好像 我已经感觉隐隐感觉这里有点不舒服了 这个而且好像完全在学习一个发音 发音的规则的感觉 对 对 对 需要的 很好的 但是如果说二十一三十一其实 对啊对啊对啊 怎么一样吗 不一样 一样都是 跟着 就是 我记得英语里有专门一个词吗 你也 那个 二十 那个二 是不是有个专门 对不对 那个 那个是中文起来的吗 对 对 对 然后我们可以读的 甘甜的甘言那个字 少一横 没错 这个 而且我们可以读一个不正式的方法 其实说二十一的时候 我们可以说 不是说 我们可以说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汉字 对 我比较喜欢说话的时候说 因为比较快 那不就是一二吗 不是 那个是那个汉字啊 那个是不是 对 他有那个特别的那个字 还有那个那个牙 那个是牙 还有撒 撒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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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都有 全部都有 全部都有 每个都有 三四四五十六十七十八十 都有一个专门的字 对啊 对啊 但是有一些我写不出来 因为我不知道它的汉字是什么 那个汉字也没有 口语里头有 对口语里面有 没错 以前古人不说这种 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普通话 好多古诗什么的 我觉得好像用粤语读出来 更有那种原汁原味的 中华文化的感觉 林老师能给我们秀一首吗 对啊 有一个他有名的 来来来 就你们都会那个 床前明月光 白的纪念思 一世地上霜对吧 对但是其实在 如果用粤语的话 他会押韵 就是普通话是没有的 这样吧我们大叔 大叔读一句普通话的 然后让林老师就是 不要大叔就你来 你普通话最标准 你来读 好那这样 辩叔你一句 然后林老师 你稍微念慢一点 来自最北和最南的 两个声音 你要用波音枪哦 波音枪哦 记得啊 标准哦 敬夜思 好 好来继续 林老师 不是你先来 一句就来 不要一句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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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床前明月光 ok 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低头思故乡 好好听 粤语怎么这么好听 对啊粤语很好 普通话后面会拉很长 粤语好像有 会有一个 有时候会 马上收 对有时候会收起来 而且我们的押韵在那个 霜跟香 就是你们的霜跟香是 还差了一点点 不是说很接近 我们是 声 哼 是一样的 对对对 后面的韵 对是一样的 所以可以压出来 真的不一样的感觉 对 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现在 这个中文 越来越多元化了 如果是一个 会方言的中文老师 其实优势更大 这个也蛮有意思的 以前 以前会方言的中文老师 总觉得自己发音 不太标准 会参杂的一些响音 我们都有这样的挣扎过 对 像我讲话会有一些 台湾国语嘛 然后参数可能也会有一些 那个口音 南方口音 那我不晓得 林老师有没有这个困扰了 因为你 以前有 真的有 因为林老师 你 我们现在 当中文老师 都会去特别训练自己 发音要正确 嗯 辩书也是一样嘛 所以 不过辩书 辩书他有什么困扰 他从小说的都标准 所以 所以我 特别的训练 而且以前 以前我们会觉得有一点 就是 会方言 好像导致我们发音不标准 还要另外再做 特别的训练 可是我现在突然发现 中文越来越多元化了 会方言的中文老师 反而优势很大 对对对 而且你可以 对 你会发现那个方言跟普通话 有很大的不同 差异性在哪 然后应用在你的教学上 我觉得也蛮好 没错 然后跟那个对比 而且你会方言 就是说你的发音的位置 你会更了解一点 多一点的 就是我要用哪里 然后你比较了解 就是学生他说其他的语言 然后他说普通话的时候 可能应该用怎么样的位置 可能会有更深刻的机会 对对 那应该说我问你 如果 如果学生要跟你上这个广东话的课 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教他们 因为广东话基本上是没有一个文字的形式嘛 对不对 还有教材的话 是不是 有啊 都是用就写出来嘛 那个口语体写出来 就是一样用汉字的那个方式写出来嘛 然后我还会有那个粤语拼音 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拼音系统 但是不是像普通话拼音 那么怎么说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统一的系统 我们有三四个系统 然后都是比较近代的 然后我就选了一个最现代的一个方法 就是香港语言学家创建的一个粤语拼音系统 叫育拼 就是育拼 然后用那个叫学生 但是说实话其实不太容易 是因为我们母语的人 其实没学过拼音 就是跟说普通话的人不一样 我们没有一个拼音系统 就是小时候没学过 然后所以我的学生学粤语拼音的时候 有的时候他会问一些朋友 说你知道这个字怎么念吗 就是怎么拼吗 然后他们会说 不太知道 你就听着我说你模仿 然后说一次就好了 对 这么听起来 就是真的我觉得头要爆架了 但林老师好像最近你有 就是考虑到学生的学粤语的难处 你有做一些视频 录了一些课对不对 没错 我最终于我把这个课做出来了 就是说 我发现有很多人想要在香港生活或旅游 然后我说他们可以学一些最基本最简单的粤语 比如说打个招呼 然后说一下数字 然后去餐厅点菜 这种比较简单的问路这种 然后我就用英语去教不会中文的外国学生学习粤语这样的 但是会有汉字有粤语拼音跟英语的讲解 林老师你可不可以再详细介绍一下 比如说你为什么会想要建立这样的一个课程计划 然后呢 你大概花了多少时间 然后这个课程的内容大概几个主题 我觉得你趁这个机会好好的推广一下 因为我觉得很多学生啊 真的很想要学习广东话 但是他要找到广东话的诗资 其实是不容易的 当然林老师是大家都知道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课程值得让大家更了解一下 比如说最后要怎么 主要是我可能我不太想特别系统的学 但是我想要学一些每天的 日常用语 就是我过去旅游了 我就可以啊 这个简单就可以用了 对对对 简单说几句 对你这套课程的特色啊 或主题或到时候怎么跟你去购买这个课 可不可以稍微介绍一下 对 对其实基本上我的课就是说 我有一个诗节课 然后大概就是说介绍 简单介绍一下广东话的那个区别啊 刚才我们说的那些 然后还有那个打招呼 讲数字 然后可能去餐厅问路 然后我也会介绍香港的一些美食 跟香港必须要去的一些地方 就怎么会用粤语说它 那些名字 OK 然后后面就一定要说那些 比如说买东西 你要那个 溢价 你要说啊便宜点 什么的 这个我都会交 因为香港有很多可以买的东西 对吧 对 然后最后还是要求助 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生一些 不太 不太好的事情 然后你想要 别人的帮助 这个我觉得是很必须的 然后我设计这个课程的时候 其实它是一个视频的课程 如果已经录下来 如果你说学生就是没有时间 然后他在晚上才有一点点时间看 没关系 他都可以看 在那个课程的六个月的时间里面 他随时可以看 然后那个课程只有大概五个小时左右 所以也不是说是一个那么大 又看不完的课程 然后美睫课看完以后还可以做作业 就是我会改 有那个写作的 你还会改 对 然后还有那个说话的 他可以录音给我听 我听他的发音好 不好 哇 售后服务很好 这个也太好了 这个福利也太好了 好辛苦 然后 然后我们三个大叔录完就就跑了 就拍拍屁股走人 但是但是而且最后一个啊 有一个套餐 最后一个套餐说 最后还会有一个25分钟的线上的资讯 就是说你如果想问我一些问题 你要念给我听都没有问题 我都会告诉你 怎么系统的去学习 这25分钟也可以问问林老师在哪 那个可以见到风水大师什么 对不对 算命吗 在哪里可以拜佛求仙 这个林老师 我代替学生问一下啊 就是比如说我是非常有兴趣的学生 我很想加入林老师的课 那林老师你刚刚说六个月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比如说我买了 我购买这个课程 我这六个月都可以享有你刚刚说的福利 没错 在六个月内都可以 因为为什么我设这个六个月 因为我觉得 如果我告诉你 你买了一节课 然后你可以放永远 可能三年后 三年后你才看 没错 三年后可能不看 你看了一节课 然后说 人真的是这样 买了真是这样 我以前买了一套西班牙语课 就是到现在没用 我现在都没看过 那时候买的时候还是光盘版的 现在都没有人 就是 光盘都没有在人 所以林老师这个方法很好 你给他设个期限 他反而就会觉得 我这个期限内一定要把这个该学的学好 对 马上学 因为五个小时 真的你可能 周你就能学完了 但是我每天上个厕所 就到六个月 如果有什么忙的时候 对 那林老师 我再帮学生问一下 所以六个月的期限 都可以享有这些 你刚刚说到的福利 还有这些主题 那还有咨询 还有他可以把自己的声音 录下来给你确认 看发的对不对 那另外呢 这个六个月里面的课程 就是五小时 对不对 那我觉得 这个很好 因为现在粤语的这个材料 说实话 在日常生活用的很少 然后又有老师去帮你 就证发音 然后做一个线上咨询的 这个真的是很少 对 所以我要确保了 学生真的会学会 就不是说我买了 我不看 然后我又不发音 那没有用 你去香港也说不了 对 这个是一个负责任的汉语老师 对 一定会这样做 就是我确保你 能够学到的东西 你买我这个课程 我不是为了赚钱而已 我确保你能够从我这里 学到这个地道的 这个广东话 对 对 我知道发音是最难的 特别是声调 所以如果他不练习的话 基本上就是 特别难 自学特别难 而且很多现在的教材 都是给学会普通话的人 去学习的 对 那如果他没有学过 很难 对 对 没错 那林老师 这个学生要买的话 要怎么跟你联系呢 其实很简单 去我的官网 那个 mislinchinese.com 对 然后有一个叫 video course 他按进去就可以填一个表单 然后也可以看到那个细节 然后在那边报名就可以了 对 那就是你这个视频课的话 就是你本人出镜的那种 还是有很多这种图片呀 有那个PPT 然后我在那个 我也在出现在那个镜头里面 然后我就告诉你怎么发音 因为要看到我的嘴心 对对对 看不到我也不太行 对 是的 是的 所以今天请林老师来 当然我们 跟大家介绍了一下 普通话并不是中国唯一的语言 中国有非常非常多的方言 所以如果你觉得普通话 连我们三个中文老师 其实对粤语的了解都 都这么 没有那么做的 一二三 一二三三 最后请让我用粤语感谢你们 大叔的邀请我 看看你们听不听得到 所以多谢大叔中文 今天请我来这个 这个采访 这个video的interview 多谢萨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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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该不该不该 这个 最后 林老师特别用的很简单的 最后什么 多谢萨特的 是什么 什么 多谢 就是 谢谢你们 萨特的 我还萨特的 为什么那个你们听起来像萨特的 那你们俩再重复一遍 再重复一下 可以吗 最后说你句是 多谢萨特的 多谢萨特的 就是非常 非常感谢 这个塞是一个口语化的 一个语气词 口语化的词 这台语变脏话了 也是 没事没事 所以要学好 要不然就听不懂 方言要学好 大叔中文怎么说呢 我们是三个 大说啦 我们是说起来的 大说中文 大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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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 大叔 中文 大叔 支持一下 我们要支持 大家好 欢迎来到 大叔 中文 中文 我们应该变业语版的大叔中文了 对对对 来一个 大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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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 好 那今天我们 特别 再见怎么说呀 是的 怎么开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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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不说 再见 不会 他不会太正式了 不会 就说拜拜 拜拜 再见 好 OK 那我们今天特别 谢谢林老师 其实 各位同学发现 学习语言也可以很欢乐 像我们三位大叔 跟林老师学 粤语学得多开心 对不对 然后也学到了很多文化层面的东西 比如说粤语真的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因为我觉得大家学到普通话的同时 也要了解 其实中国是个非常多元化的国家 非常多方言 非常多的表达 所以各位同学也可以在学习这些差异中 得到学习的乐趣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好 好 我们观众们说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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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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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